大家好,接下来将为大家解说P53功能 身体的细胞组织将以multiply的方式一分为二的分裂过程繁殖 一粒细胞分为二,二分为四,以此类推 完美好的细胞当然也分裂出好的细胞 被损坏的细胞也将分裂成坏的细胞 就好比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也将生出健康的宝宝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自然氧化的定义呢 来自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 人类每一天每一颗细胞将会有2000万的位置被破坏 当细胞遭到破坏时 身体修复系统将启动基因P21来进行修复功能 但是,如果身体严重长期营养不良 错误的饮食,长期熬夜,烟酒缠身将导致细胞严重的被破坏 以致无法修复 这时,精明的身体将启动另一个基因P53来进行Aptopsis自杀行动 以防止坏的细胞继续复制下去 就好比一辆车 如果它损坏的程度已经需要您花费4万块来去维修 那导咕噜把它杀死了 再买一辆新的车 最后,试想想看 如果P53基因失去功能 无法将严重被损坏的细胞杀死 一群坏的细胞将变成什么呢? 肿瘤,如果恶化呢?癌症 另一方面,乱马的P53基因自杀功能如果变得太强 导致好的细胞也杀,不好的细胞也杀 这将形成器官细胞量不足 将导致器官衰竭 如果是杀到脑,器官就会导致美脑病 谢谢 感谢 这边 permite准备 大家需要エクist系统胞 黄金身也杀清楚 能不能跟我脑 还是困难的 其实感谢 您的се 其实是全て